汽车税务的优惠在上个月就结束 车商和顺接下来还能顺风顺水吗? 来听听投行怎么说吧 你好,欢迎收看杭交论股,我是红宝新 新车销售和服务税SST的优惠已经在6月到期 激励了和顺上个月的汽车销售飙升14% 新的投行研究上调今年Toyota和Lexus的销售预测至85,000辆 而Produa则增加至25万辆 展望明年相信通胀、高利率和车价的三重打击将抑制需求 首先通胀维持在高位会抑制对汽车等贵重商品的购买力 而高利率意味着分期付款的贷款利息会更高 推高了贷款成本 而且银行会更加的谨慎,进一步导致车贷的批准率下降 再来车价可能会因为更高的成本和国产税的调整而逐渐提高 行价上调今年的净利预测4% 但下修明后财政年的预测 同时大坎目标价至2令吉90仙,维持综合评级 马股的市场情绪不好,交易量日益萎缩 大马交易所的股价也跌跌不休 到底要跌到哪里才能找到支撑点呢? 大马交易所计划在7月28号公布2022财政年第二季的业绩 数据显示马股今年第二季的每天平均交易值 按年大减41.9% 这是连续第四个季度,按年下滑超过40% 而马交所衍生品市场的日均重交合约也同样按年下滑3.6% 联创国际投行研究预计大马交易所今年第二季 净利只有4610万令吉,比去年同期萎缩48.2% 此外,繁荣税也是导致盈利下滑的一个原因 上半年净利估计有1.14亿令吉 基本上符合行家的预期,但还是低过市场的预测 行家维持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和6令吉59仙的目标价建议守住 就在经济和国门重开以及转型进行中的重要关头 勇望总执行长换人会不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勇望的原任董事经理兼总执行长沙菲三苏丁结束任期 交棒给小野贵司,但转型计划会持续下去 该公司已经调整租赁架构来迎合租户的需求 今年首季每平方尺的固定租金收入按年下跌10% 但非固定的部分则按年增长40% 配合我国强劲的经济预测 产业管理业务应该可以看到旗下的市场录得更多的人流量 而灵活的租金安排也有助确保出租率 零售业务的赚服受压,但已经跟供应商合作 发起抗通胀的活动,打算将涨价推迟几个月来推动营收的增长 达证券不调整盈利预测,但相信第二季的表现最强 因为开灾节,提领公积金存款以及国门重开 带动了南部地区的销售恢复 航假维持买入评级和1令吉90仙的目标价